王宝强离婚事件 结果下来后 马荣是首次站出来当众发声 面对媒体哭诉王宝强的种种不适 并且否认了自己出轨事实 甚至爆出王宝强有家暴倾向 还有出鬼嫌疑等等 一下子将问题都推到了王宝强一边 不仅如此 马荣随后还发文喊话王宝强 希望其做一个有温度的父亲 在长文中 马荣痛诉王宝强对自己的儿女是不管不管 就连孩子的生日都没有参加过 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但与此同时 马荣又曾爆料称 前些天还和王宝强一起 开开心心的给儿子庆祝生日了 可见马荣的话也是自相矛盾 不过 有消息称王宝强儿子虽然判给了王宝强抚养 但实际上一直还在马荣身边 马荣也是至今没有将儿子交给王宝强 在王宝强儿子生日时 马荣曾晒出和一对儿女的合影照 看来孩子一直在马荣的身边 以至于法院要求强制执行 也就说希望马荣能够将儿子归还给王宝强 据说至今马荣也没有交出儿子 一直将儿子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这起离婚案看起来也是麻烦重重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一些网友认为 王宝强讨要孩子的抚养权是对的 儿子跟随王宝强也要好一些 马荣之所以将孩子留在身边 无非是希望得到更多的钱 还有网友吐槽马荣 这是故意黑王宝强